腰燒這麼好吃 哪有刀 太腰燒了 沒有 笑微微就不吃了 對 我們要做新鮮 新鮮的好吃 來 一雙雞豬 這邊的菜好吃 湯底又好 料新鮮 就是很香 很甜 很好吃 吃火鍋我都會選最便宜的 然後來試 然後那其實他們最基本的 就是說豬肉就很好吃了 我本來就喜歡吃火鍋 後來吃這家 它的湯頭真的 跟別人家的不一樣 不要走 不要走 吃火鍋 來 台北市寸土寸金的東區 可謂是美食的一級戰區 巷弄間各式小店插旗 唯獨這家平價小火鍋 在地毅力三十多個年頭 早就擄獲一眾饕客的胃 就算隔著玻璃 吞雲吐悟 也能感受到美味 主要是很新鮮吧 對啊 像這個蝦子都是 會活著的蝦子 價位上面其實也算平價 真的很平價 而且它的什麼海路 像蝦子啊 那個蝦子會跳啊 對 所以我每次吃蝦子 都要蓋蓋子 對 因為不然它會跳出來 平價 我想說這個中校東路 應該會 這算平價 我一條路就吃了 油脂就好 總會記得客人的喜好 人稱餅哥的雷炳曾代客 就像家人朋友一樣 身為老闆 在店內忙進忙出 店餐收桌 情理輕微 因為這裡很多都是 吃了好幾十年的老顧客 好吃是肯定好吃啦 這是東區的一個 非常有名的名物 然後在這邊開了非常多年 女兒在我太太肚子裡 不知道為什麼我太太 就非常想要吃火鍋 我們才走進這一家 這已經是22年前了 一吃了之後就愛上這個味道 那老闆呢 他跟一般人 經營的不太一樣 他不是單純只是經營 一種餐廳的感覺 他不是在賣一個食物 他在賣一種人情味 跟客人寒暄化家常 是這兒的常態 平價豬肉鍋 海陸鍋 特別的魚下巴鍋 這裡統統都有 天然 樸實 儒家的口味與氛圍 讓店內即使是平日中午 也高朋滿座 牆上還擺滿上百個名人的簽名 人氣就如同沸騰的鍋物 一樣火熱 最早來的是 鍾翰良 你看 後來他在大陸很紅 什麼動力火車啊 來過以後 所有動力火車的太太們 全都來了這樣 這真的很好玩 然後這個我最喜歡的 就是林心如跟楊錦華 店內沒有華麗裝潢 豪華排場 只有湯鮮味美的湯頭 加上杏切肉片 海鮮盤 雞豐富的配料 好吃到不少大明星 都來光顧 這都是餅哥 多年來用心經營的口碑 走進不算寬敞的後場 就是他每天熬製湯底的地方 用蘋果 用番茄 洋蔥 這都提到它的湯的甜度 玉米我們都是 剁下來的玉米頭 都不浪費 我們就把它放在裡面 榨菜也是一樣 這增加它的鹹味 加入大骨熬煮的湯頭 喝起來清甜 還帶有些許柴魚的香氣 事坐進去 不借下 八 老虎